四位满级英雄带上320人口的单一兵种 挑战所有防御建筑来到了第二期 第十四组是十个泰坦 规则是必须要在红线内部署兵力 并且只能连续部署 摧毁所有防御建筑即挑战成功 在第一期的挑战中只有雪怪惊险通关 看样子难度还是很大的 泰坦的光环伤害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它是能够叠加的 雷霆泰坦不愧是最全面的兵种 开门红雷霆泰坦挑战成功 第十五组是160个苍蝇 精神再不开都快被法师塔团灭了 小人口单位在面对所有防御时还是不太行 亡灵挑战失败 第十六组是64头野猪 野猪的攻击力非常恐怖 应该是到目前为止 推进速度最快的兵种 随着数量的减少 野猪逐渐凸显疲软 野猪挑战失败 第十七组是40个五神 五神能不能化身为割草机器 重现瓦基地的光辉呢 虽然到达大本营前方时 五神已经被逐渐消灭 但依然保全了三位英雄 五神挑战成功 第十八组是10个石头人 石头人虽然输出能力基本没有 但作为最肉的坦克单位 是否能够更好地保护后排的英雄单位呢 石头人有些可惜 哪怕面对狂暴连弩和投石炮的轮番输出 依然扛了非常久 但始终差一点 石头人挑战失败 第十九组是26个女巫 女巫召唤的小骷髅 小铁皮理论上能够拖出大量的防御火力 不过中间的三根多头草 完全不让小铁皮形成规模 女巫挑战失败 第二组是十只猎犬 同样作为肉盾单位 猎犬的输出能力比石头人还差 但猎犬剩在分裂出的迷你犬 这个东西一旦数量上来 输出能力是不低的 不过还是很可惜 猎犬依然挑战失败 第二十一组是53个蓝胖 精神拖不到狂暴塔区域了 必须要提前交 这种可以攻击多目标的兵种 还是很依赖狂暴法术的 不然输出能力会大打折扣 蓝胖挑战失败 第二十二组是21个冰人 石头人在刚才的挑战中 保护英雄失败 那冰人能不能护送英雄 来到大本营前方呢 冰人依靠超大范围的控制效果 真的把三位远程英雄 带到了大本营前面 冰人挑战成功 你猜到了吗 第二十三组是16个小勇王 虽然看上去就是七分组的成员 但多个学徒走在一起 光环的效果还是很唬人的 学徒挑战失败 第二十四组是64个超级黄毛 作为版本兵种 作为之前多次挑战中 都有优异表现的兵种 这次是否能够挑战成功呢 超级黄毛的输出能力太恐怖了 难道真的是功夫再高 也怕菜道吗 成功把英雄护送到大本营前面 超级黄毛挑战成功 第二十五组是26个超级 超级的起手速度有些慢 目标都被英雄单位提前摧毁了 很难发挥出超级的穿透攻击 超级挑战失败 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是雷霆太坦 而剩下的超级部队中 是否有兵种能够超越它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越来越前面 再加上重活了